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九章一节 昨天我们看到耶稣他之前行了这个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 那门徒他们不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前面解释过了 五饼二鱼也好 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许多的人 他要显明的是神的国领导 五饼二鱼大家比较能理解 神的国领导以色列人 犹太人当中 那么前面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是在外邦人的地区 对犹太人来讲就很难理解了 所以神的国怎么会领导外邦人呢 门徒还不明白 所以在昨天的八章的二十一节提到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这是抛出一个疑问句 那昨天的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医治的过程 一个博塞大的下指 这个特别在哪里呢 耶稣是两个阶段的医治 第一次的医治是什么呢 是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那第二次呢 他才赴了缘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用两次 来医治这个匣子呢 绝对不可能是耶稣的能力不够了 对不对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没有能力够不够的这个问题 显然耶稣是刻意为之的 既然是刻意为之 我们就要理解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前面提到21节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显然耶稣的这个举动 是要给门徒的一个教导 他要告诉门徒什么呢 你们知道我是谁 你们跟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 后面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会看到了 人说这个你是先知啊 那这个耶稣问他们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说你是基督 在门徒的想法里面 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先知而已 耶稣是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 所以门徒看懂吗 好像看见了 好像跟随 但事实上他们看清楚吗 很可能他们没有看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就是要来 看耶稣跟门徒的互动 其实今天的经文进度 主要也是在回应 8章22到26的这一个医治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凯撒利亚 菲利比的村庄去 这个地方 大概在博塞大的北方 40公里的地方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就是好像是一个 小考试 就问门徒说 大家认为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大家就在猜 这个耶稣的身份 门徒听到了 基本上都猜 耶稣应当就是一位先知 在旧狱里面 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 以利沙 他们都可以行神迹 所以他们就在想 这个人可以叫死人复活 可以行神迹 就是旧约的那个以利亚 对不对 他们就在猜他们是谁 又问他们说 就是耶稣又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想要知道 门徒怎么看他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这个答案对不对 应当是对的 因为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弥赛亚 可是彼得脑海中的 这个基督 跟耶稣他在阐述的 他是基督 有什么差异呢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稍微往后看一下 在马可的第九章 3334节 他们来到加百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为大 我们有提到 当时候的犹太人 认为这个基督 牧师的君王 是一个政治上的君王 所以当彼得讲出 你是基督的时候 他在想的也是 一个有能力的王 他要带领以色列人 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建立一个像大卫王朝 一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彼得脑海里面想的是 你是基督 你是王 那我们跟随你做王 背后彼得先没想的是什么 将来你做王了 我们就可以飞黄腾达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一人得到鸡犬身权 那种概念 所以虽然彼得答对了 他好像看懂了 但是其实看不清楚 这个就呼应了前面 这个医治博赛大虾子的故事 对不对 耶稣就禁戒他们 不要告诉人 因为基督就是王的概念 如果讲出去 就会造成弥赛亚狂热 罗马政府就要来逮捕 因为你等于是造反 有一个新的王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刚刚我们提了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彼得回答 这个答案看起来是对的 但事实上 这个基督的内涵 跟耶稣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 彼得先昧想的是 耶稣他是末世君王 他来要带领我们 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那我就跟着飞黄腾达 可是没想到 耶稣居然接着说 我要受许多苦 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彼得跟门徒们 一定是非常的错愕 不对啊 你如果是要亡 你被杀 那我怎么办呢 我的前途怎么办呢 你如果被弃绝 被杀害 那我们怎么样 去复兴以色列国呢 耶稣明明的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 这个劝啊 在原文的意思 有责备的意思 彼得一听 你怎么还没开始革命 你就说这些泄气话呢 就把耶稣拉到旁边去 他说你不能这样讲话 你要做王的人 你怎么会 讲这种泄气话 说你会被杀 然后要复活 到底你在讲什么 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前一刻 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 在其他的福音书 其实耶稣还肯定他 可是在这一刻 居然耶稣就责备彼得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耶稣不是说 彼得就是撒但 而是说 彼得拉着耶稣劝他 责备他 这个举动 其实就是体贴人的意思 就是这个撒但的做法 责备彼得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什么是体贴神的意思 什么是体贴人的意思呢 体贴神的意思就是为神而活 像耶稣基督为上帝而活 体贴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为自己而活 很显然 门徒跟着耶稣 他们有错误的期待跟想象 对不对 他们想的是我跟着耶稣 耶稣做了王 那我将来就跟着飞黄腾达 有地位有权势 可是耶稣跟他们讲 不 跟着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耶稣看见门徒 他们的跟随 有错误的期待 所以接着 耶稣就把 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 讲清楚了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太熟悉这些经文 其实当时候的 门徒的心情是非常的 复杂 一定一下子很开心 一下子很失落 然后充满了震惊 耶稣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这个是 只是问他们说 百姓们都说我是谁 这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百姓只是收集资料 就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或说你是以利亚 或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 这没问题 现在考试来了 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 那门徒可能彼此相望一下 很笃定 彼得说你是基督 那就看出来门徒的看见 跟其他百姓的看见不一样了 感觉起来门徒是更贴近 耶稣的心意 对不对 然后耶稣就进一步 启示他的使命 你已经知道我是基督 那我告诉你 我的使命 就是要被弃绝被杀 然后过三天复活 可是当耶稣这样 启示他的任务的时候 门徒没有办法接受 不是 你不能做这样的基督 你要做我们所期待的基督 所以就劝他 就马上耶稣来责备彼得 说你这样做是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想门徒一定 本来很高兴 耶稣肯定他们认出来 你是基督 下一刻会觉得 不对不对 耶稣我们要的基督 不是这个样子的 门徒就又被耶稣责备 然后耶稣说 好 若有人要跟从我 门徒就把头抬起来 看着耶稣 就当舍己 这个舍己是当你的野心意愿想法 目标计划 跟上帝给你的使命不同的时候 你要舍掉自己的 要放下自己的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在当时候的犹太人 对于所谓的背起十字架 他们的认识是什么 十字架是一个刑具 罗马很残忍的刑具 犯人要背着十字架横的那一个木头 走到刑场 然后钉在上面 然后立起来 所以背起十字架是要走到刑场去受死 也就是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选择上帝的旨意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是回应这个使命 就算是负了生命的代价 也是在所不惜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对当时候的理解就是到刑场 就是预备接受死亡 哇 所有的门徒一定是非常的纳闷 因为门徒在想的是什么 我将来要非常的荣耀 衣井还乡 被大家来景仰高举 我要得着尊贵的身份 荣耀的身份 可是耶稣却说 不是 是要背十字架跟从我 耶稣就解释什么叫做 背十字架跟从我 三十五节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耶稣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显然背十字架 耶稣的解释也是什么 也是跟生命有关 那什么叫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呢 就是前面体贴人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自己而活的 自己仍然坐在 自己生命的宝座上的人生 你努力的抓取 努力的好像为自己赚取 所以后面讲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就是救自己生命的 最后呢 必上吊生命 就是你单单抓取各样安全感 弃绝耶稣 不想跟随耶稣的 那当然就上吊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为了主 为了天父的旨意 为了传福音 因为是信靠主 我们才会去传福音 那上吊生命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愿意舍去 就是前面的舍己 愿意为主的缘故 我们温柔 我们慷慨 我们拥抱 我们饶恕 我们爱仇敌 这都是舍己 这都是悲食之家的意思 上吊生命 甚至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 殉道 必救了生命 就是救了自己生命 因为你愿意为福音 为上帝这样做 表示你是真正信靠上帝的 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里是在说明 凡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那第九章第一节呢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领导 这一节很重要 第九章第一节 等于是承先启后 因为耶稣在讲 跟从我要舍己 背十字架 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呢 我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 对门徒来讲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邀请 其实包含对我们今天也是 对不对 可是九章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有场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领导 第九章第二节呢 它就是一个神的国 大有能力领导的 一个御场 一个出场 就是耶稣 他显出他的神性 然后呢 有摩西跟伊利亚同在 他在告诉门徒什么呢 告诉门徒说 跟随耶稣 为他受苦 不是突然的 跟随耶稣的人 一个体贴神意识的人 一个舍己背十字架 跟随主的人 一个为了基督和福音 上吊生命的人 他最终 他会进到神的国 看见神的国 满有荣耀 为主付上生命的代价 是值得的 不是突然的 将来我们会得到 更荣耀 更丰盛的 这个上帝的同在 和恩典 我们回过头来看 从八章的二十二节 开始 耶稣医治一个 博赛大的下子 我们说 耶稣在这里 用了两次的医治 其实是刻意的 耶稣的这个举动 有一点像是 先知性的一个举动 你知道 旧约有些先知 他们会用 类似行动剧的方式 去演出 这个 他们要传讲的信息 而耶稣在这里 用两次的医治 其实就是要指出 门徒错误的跟随 第一次的医治 这个匣子 看见了 但是没有看清楚 就好像 门徒 有没有认出 耶稣是基督 好像看见了 但是有没有看清楚 没有 他们仍然认为 耶稣是政治上的君王 所以 门徒 他们的跟随 是什么样的跟随呢 他们认为 我跟着耶稣 我将来 就要得丰盛和丰富 我要跟着耶稣 我将来 就会飞黄腾达 那么 后面耶稣的解释 耶稣 他要我们 是什么样的跟随呢 跟彼得 门徒 他们的想象 有什么不一样 门徒想象的是 我的生命 就得丰盛和丰富 可是耶稣说 不 在神的国里面 真正的跟随 是反过来的 不是为自己活 而是 为了神的国度而活 这才是真正的 看得清楚 否则 你就像这个人 这个博塞大的瑕疵 你只是看到树木 你好像看见 可是你没有看清楚 各位弟兄姐妹 那我们呢 我们对耶稣的跟随 是哪一部分 我就想到我 出出信主的时候 我其实就像门徒一样 我知道耶稣是 特别的一位上帝 可是我心里想的是 他更有能力 他更可以祝福我 使我成绩进步 使我人际关系变好 使我身体健康 我只是从 民间信仰的偶像 换耶稣 一个更厉害的神来拜 我就好像门徒一样 我认出来 耶稣是主吗 认出来耶稣是神吗 我好像看见 可是我没有看清楚 慢慢我开始 查考神的道 慢慢听讲道 我才知道 哦原来 原来我成为基督徒 不是要上帝来服侍我 原来我成为基督徒 是我要来顺服这个王 我要来跟随他 我要来侍奉他 我要归荣耀给他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不单单看见 我们还能看得清楚 帮助我们的跟随 不是门徒在这里 错误的跟随 而是真正的跟随 而且我们心里面 深刻的知道 我们有一个确据和盼望 因为我们这样 愿意的跟随 将来我们在天上 我们可以与 那位我们一生 事奉荣耀的主 永永远远在一起 那是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奉神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联名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跟随 是带着许多 自己的期待 跟想象 主啊求你怜悯 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重新调整我们 好叫我们 不单单要祝福 主我们更是要 赐祝福的你 求你也使恩保守我们 在新的一年 我们愿意舍己 悲起使世家来跟随 主叫我们看见 你是荣耀的王 能够侍奉 你是何等的荣幸 何等的诱服 何等的恩宠 谢谢主 继续借着你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对我们说话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